好 下我们看一下第16个考点 保证合同的一般规定 先按第一问题 保证合同 先按第一条 保证合同的特征 三个特征 第一个 耽误合同 第二个 无偿合同 第三 诺程合同 讲到这个点 大家需要清楚 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和质押合同 都属于诺程合同 但定金合同 它属于实践合同 再看一下第二条 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 向债权人做出保证 债权人接收并且未提出 一页的保证合同成立 讲到这个点 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会说 什么意思呢 他要假设A公司向B公司借一百万 其中A是债务人 B的话债权人 B让A提供担保 让C公司它是单方向B公司做出保证 并不是B C直接签书面保证合同 而是单方做出保证 债权人接收 并且未提出一页的保证合同成立 大家看一下第三条 讲第三条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后半部分 说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 具有加入债务或者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 等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是债务加入 注意前面讲过这个债务加入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说A它欠比一百万 其中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他如果C C的话呢 向B提供的承诺文件具有加入债务 或者呢 与A公司共同承担债务 等意思表示 人民法院应该认定是债务加入 既然是债务加入 在这种情况下 A C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再继续看 第三人提供的承诺文件 难以确定是保证 还是债务加入的人民法院 应当将其认定为这个保证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清楚 再看一下 这个保证人 将保证人的问题 特别是第二条 以公益为目的的 非盈利法人 非法人组织 像合伙企业 个人读的企业 是不能作为保证人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再看第十七个考点 保证方式 大家首先需要搞清 双方对保证方式 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它是按照一般保证 承担保证责任 这是民法典 经重大调整的地方 今年考案例分析体 这是考生必须清楚的 保证方式 没有约定 它是按照一般保证 承担保证责任 一般保证人 有先速抗认权 那么什么叫 这个先速抗认权 大家必须清楚 指的是 在主合能纠纷 未经审判 或者仲裁 并有债务人财产 依法强制执行 仍不能履行债务前 有钱拒绝 向债权承担 保证责任 先速抗认权的问题 在后边讲第八章 还会不断的涉及到 先速抗认权 所以大家必须清楚的 然后再看一下 什么情况下 一般保证人 不能行使 先速抗认权 包括四条 认真的看一遍 特别是第二条 人民法院 已经受理债务人 破产阵 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保证人 不能行使 先速抗认权 但后边第八章 还会用到这个抗订 这是保证方式 到底是一般保证 还是连带保证 再看一下 第十八个抗订 保证期间 像第一问题 保证期间 可以约定 说八个月 还是九个月 可以约定 关键是呢 这个保证期间 如果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怎么去处理 这个保证期间 都是六个月 再强调一下 这是民法典 进行重大调整的地方 保证期间 不管是根本没约定 还是约定不明确 这个保证期间 都是六个月 然后看一下 这个司法解释 保证合同中约定 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直至主债务本席 还清日为止 有类似内容的 它视为 约定不明 你不管是 根本没约定 还是约定不明 这个保证期间 都是六个月 再看一下 保证期间 它对应的法律效率 讲到这个问题 大家需要区分 到底是连带保证 还是一般保证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连带保证 该如何处理 例如 A的话 千比一百万 其中A是债务人 B的话是债务人 然后C 它是连带保证人 这个保证期间 如果题目告诉你 是1月1号 到7月1号 看一下 A如果到期 不还钱 该怎么去处理 既然是连带保证 站在B的角度 A找谁找谁 它可以直接找C 但是直接找C的话 它应当在保证期间内 直接找C 它如果都7月10号了 这个B的话 才要求C 承担保证责任 这个C就可以拒绝 因为超过保证期间 没有找C C的保证责任消灭 关键是呢 这个B学过法律 说4月1号 在保证期间内 B找C 但是C呢 它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B对C 就可以提起诉讼 诉讼时效期间 三年 从哪开始计算呢 从4月1号开始计算 BC之间 签的是保证合同 所以这个 也要保证的 诉讼时效期间 是从4月1号 开始计算 这是连带保证 然后再看一下 一般保证 该怎么去处理 还是举个例子看一下 它如果A 千比一百万 A的话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这个C 是一般保证人 说保证期间 如果还是1月1号 到7月1号 A的话 到期不换钱 在这种情况下 B能直接找C吗 不行 因为这个 一般保证人 他有限速看文权 大家需要仔细听 一般保证人 是否承担保证责任 要看债权人 对债务人 提起诉讼 或者申请仲裁的时间 是否发生在 保证期间内 什么意思呢 他如果 这个7月10号 这个B对A 才提起诉讼 他超过保证期间 对债务人 提起诉讼 在这种情况下 C的保证责任 消灭 但是问题是呢 这个B学过法律 他说2月1号 这个B对A 提起诉讼 这是第一步 我提起诉讼 让人民法院 做出判决 说6月1号 经过强制执行 A的全部财产 只有40万 对于这个 不足的60万 B的话 就可以找C了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这个B 该走的程序都走了 第一步 它是在保证期间内 对债务人 提起诉讼 然后第二步 该强制执行 已经强制执行 但是对不足的60万 B就可以找C C呢 应当承担 保证责任 但如果C 他拒绝承担 保证责任 因为他的先速 看门权 已经消灭了 如果他拒绝承担 保证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 B对C 就可以提起诉讼 诉讼是要 期间三年 算上还是计算呢 从6月1号 开始计算 从他的先速 看门权 消灭之起 开始计算 保证债务的 诉讼时效 所以这个规定 大家需要清楚 然后看一下第四条 保证责任 消灭之后 债权人 书面通知 保证人 要求承担 保证责任 保证人 在通知书上 签字盖章 或者恩指印 债权人 要求保证人 继续承担 保证责任的 人民法院是 不予支持 但是债权人 有证据证明 成了新的 保证合同的处案 这是保证责任 消灭之后 就算他在 通知书上 签字盖章 照样呢 是可以拒绝承担 保证责任 所以这个规定 大家适当的注意下 再看一下 第十九个考证 保证责任 首先看一下 保证担保的范围 大家需要清楚 不管是保证 还是抵押 将担保范围 是相看约定 有约定 相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应当对全部债务 承担保证责任 什么叫全部债务 包括四块 第一个是主债权 及利息 第二个是五月金 第三 损害赔偿金 第四 实现债权的费用 但第二 债权转扰 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A 它欠比一百万 其中B的话 是债权人 然后C 是保证人 它如果B 将这个一百万的债权 它全部转让给D 在这种情况下 它需要通知 谁呢 通知债务人 还需要通知保证人 如果未通知保证人的 该转让对保证人 不发生效率 这是第一条 但第二条 它讲的是 它如果保证人 跟债权人 事先约定 禁止 债权转让 事先有约定 它债权人 如果未经保证人 书面统一 转让债权的 这个保证人 对受让人 不再承担 保证责任 C对D 就不再承担 保证责任 除非 这个转让 经过C 书面统一了 第三 债务转移 还是呢 A 它欠比一百万 其中A的话 是债务人 C的话 是保证人 它如果A 将一百万的债务 它全部 转移个D 首先需要经过 债权人 同意 还需要经过 保证人 书面统一 如果没有经过C 书面统一 C的话 对于这个一百万 就不再承担 保证责任 这是债务转移 再看一下 债务加入 什么意思呢 说A 它欠比一百万 其中A 债务人 C的话 是保证人 然后这个D D的话呢 它是加入债务 如果D加入债务 A退群了吗 前面说过 加入债务 远债务人 并没有退群 A D呢 需要承担 连带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B C 没有什么风险 因此呢 这个C 它的保证责任 不受影响 然后第五条 是主合同的变更 讲变更的问题 他说A跟B之间 签了一百万的 卖卖合同 C的话 是保证人 他说如果A B协商 变更 主合同内容 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个 从一百万 变成八十万 减轻债务 说就算没有经过C 数面同意 C的话 对这个八十万 照样是需要承担 保证责任 如果是假重债务 什么意思呢 从一百万 变成一百二十万 如果没有经过C 数面同意 C的话 对假重的部分 对这个二十万 不再承担 保证责任 对那个一百万 照样是需要承担 这是变更内容 再看一下第二条 这个债权和债务人 变更 旅行器械 如果变更 组合同旅行器械 未经保证人 书面同意的 这个保证期间 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 还是原来的期间 所以这个变更的问题 这是考案内分析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清楚 然后看一下第六条 这个司法解释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就可以 说保证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主债权 诉讼时效期间 接满 仍然提供保证 或者承担保证责任 又以诉讼时效 期间接满为由 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或者请求返还财产的 人民法院 是不予支持 这是第一个判断 然后第二个判断 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后 向债务人追赏的 人民法院 照样是不予支持 但是债务人放弃诉讼时效 抗辩的处案 所以这个规定 上基础班 听过一遍就可以 再看一下 第二个可对 定金 定金的问题 首先需要清楚 这个定金合同 它是一个实践合同 从实际交付 定金时成立 如果光约定定金 并没有实际交付 定金合同不成立 有定金合同 是实践合同 再看一下第二条 这个定金 不能超过20% 超过部分 是不产生定金的效率 这个考案里分析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清楚 什么意思呢 就是A跟B之间 签订100万的买卖合同 然后A向B呢 交了30万的定金 大家需要清楚 这30万都叫定金吗 其中这个20万 它属于定金 超过的10万 这个不产生定金的效率 它如果B公司违约 在这种情况下 该咱们去处理 两步 第一步 先退钱 这个30万 本来是A公司的 先返还给A公司 然后第二步 再定金发责 发的话 发20万就可以 发20万 这个规定 大家需要清楚 然后看一下 定金发责 但需要盯住两个问题 第一个 因不可抗力 意外事件 这是主合同 不能履行的 是不适用 定金发责 但第三点 因合同关系 以外的 第三人的过错 这是主合同 不能履行的 它是适用 定金发责 这两个规定 大家必须清楚 像第五条 第六条 前面讲过 定金 违约金 只能二选一 二者不能并用 我像这个 大家必须清楚 第六条 定金 不足以弥补 以防违约 造成的损失的 对方 可以请求赔偿 超过 定金数额的损失 好 按照分析体 说这个条文 必须会被 前面讲过 再看一下 第二十一个 靠的买卖合同 几个重要的合同 买卖合同 租赁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 借款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 这是考案例分析体的时候 大家必须清楚 考买卖合同 相对比较简单 第一个 这个风险负担的问题 不管考案例分析体 还是考选择体 必须清楚 先按第一条 回分蔑视的风险 交付之前 要出卖人承担 交付之后 要买售人承担 不管是动产 还是不动产 都是交付时 转移风险 除非 法律 另有规定 或者当时 另有约定 这个风险承担的问题 这个基本的规定 大家需要清楚 要剩下几条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咱就不爱着念了 但是需要盯住 这个第六条 这是考案例分析体的时候 必须清楚 什么意思呢 说 A 这是北京的 A公司 跟上海的B公司 签订一个 100万的 这个买卖合同 上海的B公司 是买方 双方签订买卖合同 突然发现 对交付地点 并没有约定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 先看总原则 双方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 按照合同相关条款 或者交易习惯来确定 如果还不能确定 标的物需要运输 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上海 在这种情况下 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 交付给第一乘运人 以运交给买售人 关键是 他如果4月1号 将这个货物 交给第一乘运人C之后 4月1号 交付给第一乘运人 当然还可能出现 什么第二乘运人 等等 关键是呢 4月1号交付 然后4月3号 这个货物出现回损 灰色灭尸被龙卷风吹走 在这种情况下 谁承担风险呢 只要交付之后 灰色灭尸的风险 是由买售人承担 这个规定 考案里分析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清楚 当然考到 这个小题目 还可以跟提存 相结合 出卖人 依法将标的物 提存之后 灰色灭尸的风险 是由买售人来承担 这是风险承担的问题 这几条 大家必须清楚 然后第二个 是标的物 检验的问题 需要区分两种情况 第一 如果约定检验期限 例如 双方约定 说检验期间 从4月1号 到4月20号 但是买方 在检验期限内 发现问题 它待遇通知 如果待遇通知 是市委标的物 符合约定 这个规定 考案里分析题的时候 必须清楚 再看一下第二层次 如果没有约定 检验期限 在这种情况下 它有一个时间 是自收到值起 两年之内 没有通知的 就市委标的物 符合约定 而且这个两年 是不变其今 谈不上 终止中断的问题 但是大家需要盯住 如果有质量保证期 说质量保证期 如果是五年 在这种情况下 它适用质量保证期 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 两年的问题 大家必须清楚 但第三 是特别解除规则 这是考小题目的时候 大家需要清楚 第一个是主物和宠物的问题 第一条 因这个主物不符合约定 而解除合同的 解除合同的效率 是给予宠物的 但是因为宠物不符合约定 而解除的 它解除的效率 是不给予主物 主物宠物的问题 需要分清 第二 标丢物为数物 其中一物 不符合约定的 买寿人 可以叫该物解除 但是呢 说该物与他物分离 是标丢的价值 显受损害的 指的是 总共十台设备 因为这台设备 有毛病 导致剩余 九台设备的 这个价值 显受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 买方是可以就数物 来解除合同 然后第三 如果这个出卖人 分批交付标的物 该怎么去处理 分批交付的问题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就不爱人家了 这个大家都能看多 这是呢 如果分批交付 怎么处理 数物该怎么去处理 这是前三条 是考小题目的时候 大家想清楚 然后第四条 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掌握的 分期付款的买方 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 达到全部价款 20% 该怎么去处理 什么意思呢 说A公司跟B公司 他签订 一千万的买卖合同 双方约定 说呢 A先支付 这个四百万 然后剩下六百万 分这个六次支付 分期付款 他站在买方的角度 未支付 到期价款的金额 如果到二百万了 有两期 没有按期支付 在这种情况下 分子是二百万 然后分母的话 是一千万 只要呢 大于等于百分之二 怎么去处理呢 他有一个 催告的问题 经催告后 在合理期限内 仍未支付 到期价款的 这个出卖人 可以请求买方 支付 到期 与未到期的 全部价款 或者是 解除合同 这个规定 大家必须清楚 在第四条 招标投标的问题 这是考小题目 需要清楚 四个判断 第一个 招标公告 在性质上 它属于要约要请 但第二个 投标人投标 它属于要约 第三 这个定标 属于承诺 第四 是中标人 与投标人 签订书面合同 这个买卖合同 正式成立 这几个判断 需要清楚 然后第五条 是这个 适用买卖合同 也是考小题目的时候 大家需要清楚 特别是第二条 适用期限借买 买受人 对是否购买标的物 如果为作表示的 这么处理 为作表示 它是事为购买 事为购买 这个规定 大家需要清楚 再看一下 第二十二 靠的租赁合同 不管是 租赁合同 还是融资租赁合同 这是筑块考生 必须清楚的考对 首先我们看一下 一般的租赁合同 第一个租赁期限 不得超过二十年 如果超过二十年的 超过部分物项 什么意思呢 AB之间 他签一个 房屋租赁合同 租赁期限 是三十年 在这种情况下 二十年 就是有效 超过的 这个十年 五项 再看一下第二条 当事人 为依照法律 侵照法规规定 办理租赁合同 登记备案手续的 不影响 租赁合同的效率 这是今年 考案的分析题的时候 必须掌握的 但第三 不定期租赁 有三种情况 是不定期租赁 第一个 租赁期限 大于等于六个月的 是应当采用 书面形式 如果未采用 书面形式 无法确定 租赁期限的 是为不定期租赁 注意这个分界线 六个月 再看一下第二条 双方签租赁合同 对租赁期限 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 按照合同相关条款 或者交易习惯 确定 仍不能确定的 它视为不定期租赁 第三种情况 有租赁期限 说好的是八年 八年届满 乘赁人 继续使用租赁物 这个出租人 没有提出意义的 远租赁合同 继续有效 还是八年吗 但是租赁期限 是不定期 大家需要清楚 如果是不定期租赁 不管是出租人 还是成租人 都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双方都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但应当 在合理期限之前 通知对方 再看第四条 租赁物 未及承盾的安全 或者健康的 即使成都人 在丁立合同时 明知该清醒 就算明知 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 这个成都人 仍然可以随时 接入合同 这个规定 也是大家必须清楚的 然后看一下 第五条 维修义务 谁承担 维修义务呢 是出租人 承担 维修义务 如果出租人 没有履行 维修义务的 成都人可以自行维修 但是维修费用 是由出租人 负担 这个考得 经常考案的分析体 出的老师 想白送你份 必须清楚 这个维修费用 是由出租人 来负担 在第六 租金的支付期限 何时支付租金 有约定 先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看总原则 如果还不能确定 分界限是一年 如果租人期限 不满一年 又八个月 租期 届满时 一并支付 就可以 但如果租期 一年以上 大于等一年 这种情况下 每届满一年时 支付一次 让剩余期间 不满一年的 到期再支付 再看一下 关于成都人的权利 和义务 先按第一条 成都人 为按照约定的方法 或者 为根据租赁的性质 使用租赁物 致使租赁物 受到损失的 出租人 可以解除合同 并请求 赔偿损失 再看一下 这个第二条 说成都人 经过出都人统一 可以对租赁物 进行改善 或者增设他物 关键是 如果未经统一 对租赁物 进行改善 或者增设他物的 出都人 可以请求成都人 恢复远撞 或者是赔偿损失 这也是考案内 分析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清楚的 然后第三 因不可规则 与成都人的适用 这是租赁物部分 或者全部 毁损灭失的 成都人 可以请求减少租金 或者不支付租金 因租赁物部分 或者全部 毁损灭失 这是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的 这个成都人 可以解除合同 看到这 一般的租赁合同 毁损灭失的风险 是由出租人 承担 但第八 转租的问题 前面讲 合同相对性原理 曾经讲过 说A 将房屋 出租给B 每月租金 一千块钱 成都人 经过出租人 统一 可以呢 将这个房屋 再转租给C 每月租金 一千五百块钱 经过统一 转租 可以 如果没有经过 A统一 A可以解除 A B之间的 这个租赁合同 现在问题是 转租 经过A 同意了 两个判断 第一个 A B之间 远租赁合同 继续有效 但第二个判断 如果C 搞事情 把房屋 给使坏了 在这种情况下 谁向A承担 赔偿责任 合同相对性原理 是乘租人 是B对A 承担赔偿责任 这点大家需要清楚 再看一下第九 买卖不破租赁 这个条文 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必须清楚 租赁物 在成都人 按照租赁合同 占有期限内 发生 所有权变动的 不影响 租赁合同的效率 什么意思呢 比如A 将一个设备 它出的为B 这个租赁期限 从4月1号 到7月1号 然后到4月10号的时候 这个A的话呢 将这个设备 作价100万 它转给C 注意A 将什么权力 转给C呢 将这个 原物返还请求权 它转给C AC之间这个协议 生效的时间 是4月10号 大家注意几个判断 第一个 首先看成都人B 是不是享有 同等条件下 优先购买权 讲优先权的问题 大家需要清楚 只有房屋足利 成都人 才享有优先购买权 其他标的物 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这是设备 所以这个B 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等第二个判断 这个C 合适取得这个设备的 所有权 前面第三章讲过 只是交付 这个C 是从4月10号 从协议生效 就取得这个设备的 所有权 从4月10号开始 这个C 变成新的 出渡人 然后4月20号 C找到B 说赶紧 把这个设备还给我 这行不行啊 不行 买卖不破足利 所以这个规定 心里都明白 所以这个条文 必须会说 正考到这个案例分析体 别人拿三分 你非得拿一分 跟自己过不去 讲到这个问题 还需要盯住什么 两个问题 第一个 它如果是 新出租 这个事后抵押 在这种情况下 是远租岭关系 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 再看一下第二处 注意前提 是呢 动产 它设定抵押 如果是 这个先抵押 但是问题是呢 它没有办理抵押登记 不能对抗 善业第三人 先抵押 那么事后 再发生 这个转让 注意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能对抗 善业第三人 所以这个规定 大家需要清楚 这几个条文 这是考案例分析体的时候 必须清楚 然后看一下第十条 成都人的优先购买权 第一点 它是出租人 出卖 租岭房屋的 应当 在出卖之前的 合理期限内 通知成都人 只需要通知成都人 不需要经过统一 通知 成都人享有 以同等条件 优先购买的权利 但是 房屋 按份供有人 行使优先购买权 或者出租人 将房屋 出卖给 近亲属的处案 如果出租人 将房屋 卖给他的 近亲属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成都人 就不能行使 优先购买权 然后看一下 这个第二条 出租人 履行 通知 有之后 成都人 在15天内 为明确表示购买的 是为放弃 优先购买权 通知了 15天 没有明确表示 是为放弃 优先购买权 然后 第三 是拍卖 如果拍卖的话 需要提前五天 通知成都人 这个成都人 为参加拍卖的 是为放弃 优先购买权 这两个时间 将要记住 再看一下第四条 咱们前面讲过一次 说A 将这个房屋 它出的给B B的话是成都人 这个时候 说A的话呢 将房子 卖给C 但是没有通知B 侵犯了B的优先购买权 然后B提出 让A承担赔偿责任 这个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但是问题是 说B提出 AC直接 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这个不行 说就算没有通知B 注意呢 AC直接 这个房屋 买卖合同的效率 不受影响 这个规定 考案的分析题的时候 必须清楚的 再看一下 第二是三个考点 融资租赁合同 融资租赁的问题 那肯定是考试的重点 两个租赁合同 都必须清楚 先第一个 这个索赔权 先第一条 出租人 出卖人 成都人 可以约定 出卖人不履行 买卖合同义务的 由成都人 行使索赔的权利 再看第二条 成都人对出卖人 行使索赔权利 不影响 其履行 支付租金的 义务 除非 当时出都人 干涉了 对设备的选择 再看一下 这个第二条 租赁物 不符合约定 或者不符合 使用目的的 出都人 是不承担责任 出都人 对成都人 不承担 物业责任 但是 把成都人 依赖 除都人的技能 确定 足利物 或者除都人 干涉 选择 足利物的 出案 如果当时 除都人 没有插手 就算 设备 出现问题 除都人 是不承担责任 考案 分析题的时候 必须清楚 但第三 成都人 占有 足利物 期间 足利物 造成第三人 人身损害 或者财产损失的 出都人 对第三人 是不承担责任 也是考案的分析题 必须清楚 第四条 成都人 应当履行 维修义务 大家需要清楚 一般的 租赁合同 是出都人 承担 维修义务 但容资租赁 是成都人 承担 维修义务 再看一下 第五条 成都人 占有足利物 期间 足利物 毁损灭失的 出都人 有权请求成都人 继续 支付足金 但是法律 利用规定 或者当审 利用约定的处案 看到这儿 发现 如果发生 毁损灭失 谁承担风险呢 是 承租人 承担风险 因此 出都人 有权请求成都人 继续 支付足金 但是 一般的租赁合同 灰色灭失的风险 是由出租人承担 然后再看第六条 成都人 应当 按照约定 支付足金 成都人 经催告之后 在合理期限内 仍不支付 租金的 出租人 可以请求支付 全部租金 也可以解除合同 收回租赁屋 是可以请求支付 全部租金 讲到这个问题 前面讲到 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的 买卖合同 这个买方 未支付 到期价款的金额 达到全部价款 20%的 经催告之后 在合理期限内 仍未支付 在这种情况下 也是可以请求 对方支付 到期 与未到期的 全部价款 或者是 解除合同 所以这个第六条 这是考案内 分析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清楚 然后第七条 有限的请求之一 出租人 请求解除 容得租赁合同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特别是第二条 他如果双方 签合同的时候 对欠付租金 解除合同的情形 如果没有明确约定 但是呢 和成都人 欠付租金 达到两期以上 大约等于两次 或者呢 这个欠付租金数额 达到全部租金 15%以上 大约等于15% 将出租人 催告后 在合理期限内 仍未支付的 这个出租人 可以单方 解除合同 这块是15% 分期付款 买卖合同 那块是20% 这两个数字 必须记住 然后第八 是租期 结满之后 租赁物的归属问题 想按第一条 双方 如果没有约定 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打成 补充协议的 按照合同 相关条款 或者交易协议 来确定 仍不能确定 租赁物的所有权 是归出租人 所有 归出租人 这个规定 必须记住 再看一下第二条 适当的注意下 说当神 如果约定 租期借满之后 租赁物 归成都人 所有 前提是约定 归成都人 所有 成都人 已经支付 大部分租金 但是无力支付 剩余租金 出租人 因此解除合同 收回租赁物 收回租赁物的价值 如果是700万 但是呢 成都人 欠付的租金 以及其他费用 说只是400万 在这种情况下 成都人 可以请求 相应返还 大家看一下第三条 说当神 约定 租赁物件 兼满 成都人 仅需 向出的人支付 象征性价款 当神约定 说呢 只需要支付 这个100块钱 在这种情况 市委 约定的 租金 义务旅行完毕后 租领务的所有权 设规 乘租人所有 这个规定 大家适当的注意下 就可以 再看第九 售后回租的问题 售后回租 讲到这个点 适当的停下 什么意思呢 说A 加海南航空 有飞机 但是缺现金 海南航空呢 可以将这个飞机 先卖给 供应租赁 卖给B 因此海南航空 这是出卖人 但是呢 你这个飞机还得用 于是呢 从供应租赁手头 再回租 这个飞机 啊 这个B 是出都人 海南航空的话 是成都人 但需要清楚 正常情况 融资租赁 是三个当时 但如果是构成售后回租 海南航空呢 它既是出卖人 又是成都人 注意这种情况 它照样是构成 融资租赁关系 它人民法院 不应 仅以成都人 和出卖人 是同一个人 唯有 认定不构成 融资租赁关系 啊 售后回租的问题 在案例分析体中 照样可以出现 啊 但是需要盯住什么呢 谁承担 维修义务呢 还是承租人承担 维修义务 啊 它如果 这个租赁物 造成第三人 这个人身损害 那这种情况下 出租人对第三人 是不承担责任 所以这些规定 大家需要清楚 然后看一下 第24个考点 借款合同 首先需要盯住 自然人 这三个字 啊 像第一问题 这个借款合同 必须采用 书面形式吗 如果双方 都是自然人 除外 再看一下第二条 这个借款合同 都是诺承合同吗 99%的情况下 借款合同 是诺承合同 但如果双方 都是自然人 这是实践合同 自贷款人 提供借款式 成立 两个实践合同 第一个 啊 咱们讲的是呢 定金合同 然后第二个 是自然至今的 这个借款合同 它是实践合同 然后第三 借款合同 对支付利息 根本 没有约定的 视为 没有利息 第四条 借款合同 对支付利息 约定不明确 咱们去处理 如果是 约定不明确 大家注意照样是 需要支付利息 按照当地 或者当时的交易方式 交易习惯 市场利率等严肃 来确定利息 但是呢 如果双方 都是自然人 在这种情况下 市委 没有利息 所以这个规定 大家要清楚 然后第五条 借款的利息 不能事先 在本金中扣除 如果利息 预先扣除的 应当 按照实际 借款数额 返还借款 并借算利息 这个考点 很简单 但是经常考 按照分析体 什么意思呢 说A 它向B 那么借 100万 10万的利息 实际扣除 实际发放的是 90万 在这种情况下 就按照90万 返还借款 按照90万 来计算利息 就可以 再看第六条 它如果借款人 擅自改变 借款用途 这个贷款人 三个选择 停止 发放借款 第二个 是提前 受费借款 第三 是解除合同 这三个选择 代效搞清 然后第七条 对利息的支付期限 有约定 相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看总原则 还不能确定 分界线一年 如果不满一年 到期 一并支付 就可以 如果借款期限 是一年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 每借满一年时 支付一次 剩余期间 不满一年的 到期并支付 就可以 看在这发现 跟那个租金的 支付期限 规定是一样的 好关于这一讲 我们就先 讲到这儿了